联合国安理会在18号召开核问题会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会议上敦促美国 应停止核共享和延伸威慑政策 他还提醒美国作为拥核大国 应该进一步大幅度和实质性地削减核武器数量 18日安理会召开核财军与核不扩散会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 缔造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是国际社会共同愿望和目标 中方敦促拥核武器国家应该谈判缔结 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 有关国家应该停止核共享和延伸威慑 不在亚太或欧洲部署中产导弹 有关国家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和集体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放弃部署全球导弹防御体系 不寻求在亚太或欧洲部署中导 停止核共享和所谓的延伸威慑 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 关于美方批评中方发展军备 并要求中方削减核武库存的表态时 张军予以驳斥 并称美国作为拥合大国 更应该大幅实质性削减核武库 美国对中国的指责毫无道理 完全站不住脚 恰恰是美国应继续履行特殊优先责任 进一步大幅实质性削减核武库 为其他核武器国家加入和裁军进程 创造条件 发挥各方认同 而不是自诩的所谓榜样作用 张军也在会议上强调 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消除核武器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率先使用核武器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中国的这个承诺都不会改变 也不会以任何形式参加核军备竞赛 丰后卫视陈寅谦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